好 最新消息要带你来关心 从昨天晚上就已经开始了 我们知道因为张德镇开车 冲上总统府事件之后 现在总统府已经初步决定 凯达格兰大道靠重庆南路 这一端大约四分之一的路段 夜间将确定禁止进行了 当然总统府方面表示 这是夜间实施冲击不大 不过台北市长郝龙斌就认为 其实考虑到我们的国际形象 呼吁总统府不要硬烟废食 凌晨两点多 总统府前的凯达格兰大道 警方设立路检点 有警服们往总统府方向 单向车道进行封闭管制 原本的三线道成了一线道 而总统府前也停了六辆汉马车 总的直线注意就是担心 沙石车冲撞总统府的重大 违安案件再次上演 大型吊车小心翼翼的将 三十多吨的沙石车脱离现场 肇事驾驶张德镇在上个月 开着沙石车突破重围 直接撞进总统府大门 实无前例的违安案件 也让总统安全亮起红灯 因此相关单位也决定 针对凯道的部分路段进行宵禁 从晚上十点过后 凯道由东向西 也就是警服们往总统府方向 大约120公尺的路段 会进行车辆管制 晚间十点过后 会先封闭最内侧的一个车道 凌晨两点到隔天六点 则是封闭内二车道 只不过不少人担心 民众行进总统府得绕道而行 虽然总统安全为第一要件 不过民众的权益也得兼顾 如何权衡考验相关单位的智慧